好的,肖鲁,那你介绍一下放上去的视频吧 就是你的行为合集,肖鲁行为合集 对,我那个昨天看到那个盛期把我那个视频放上去了 其实我好久没看这个视频了,因为我以前编的 有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的作品,还是挺有感触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从89年,然后中间几乎停止了15年 然后从2003年开始做作品,一直到2019年 我那个视频编到2019年吧,最后一件作品 郑鲁,你觉得是不是那股气还在,是不是 就是那股 郑鲁 我觉得那个作品棒,那个一口气,一口气就是一直在 感觉力量一点都没减弱 对,就是一股气吧,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他能一直保持一种,他那种原生的那种 因为我第一件作品应该是就是基本上,我这个比较本能的一个艺术家吧 就是按照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驱使做的这件作品 后来,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 而且我 我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作品有一个原则,你也看到 我做作品,这是2019年的去香港的那个,最后2019年的作品叫《请节》 这个作品是,哎呀我感触太深了这个作品 那年是,2019年我去香港去了三次吧 第一次是参加六四维园的那个烛光集会 说实在我是第一次去香港,我从来没去过 其实这么多年第一次去参加香港那个维园 但是我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 那次去了以后给我感触特别深 然后那时候正好我预定了2019年的3月有,那个9月有个个展 所以我就去完维园之后,我就整个进入那个状态 进入那个状态,正好我离开香港不久 香港就开始游行 然后我在北京就一直观察他们那个整个的状态 然后人就状态进去了 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个强烈的愿望 我要为香港做个作品 其实这件作品,其实出发点特别简单 我就是要给香港 我觉得当然香港人特别需要支持 因为我去香港那时候 你看过那个,我那个视频里面有很多 现场的游行的场面嘛 其实我很多,我行为一般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剪辑的 我以前就是剪辑的行为都是行为本身 这个行为很简单,就是那个看视频可以放到一个三角的一个狭窄的空间里 我觉得香港人就有,他们香港人地盘不大嘛 相对大陆来说很小的一个地方 但他们在抗争,他们在反抗,他们在为他们的自由在呐喊 所以当时这个行为就是一个口嘛 用红水把他,红色水给他倒进去 然后就在里头挣扎 挣扎以后 最后就是,你看他把那个地方 我那时候做的时候是9月,9月份 9月12号 9月12号,2019年9月12号 还,那个形势还处于胶着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还不知道最后的那个这么糟糕的结果 所以我那时候做这个作品还是给未来一种希望 我是希望香港人能冲出来,能得到那种自由 所以我最后是把那个板子给整个给翻出去的嘛 然后我又参加了他们的游行 你看到那个视频里边那些现场的那些画面 我都是冒着危险 我到现场第一线我拍的 那些视频全是我拍的 所以最后我把那些视频跟我的行为剪辑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作品我真的 我每次想到这个作品我就会想到 跟香港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因为我以往去香港吧 都是去参加什么一些群展啊 什么参加一些那个博会啊 然后对香港没有深入了解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去展览完了以后 到中环去买点东西啊 看点商店就走了 但是这次呢我去了三次 基本上就是一次去维园 还有一次去做个展 还有一次就去参加游戏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深入的接触到香港的那些普通的人 而且我跟他们交谈 然后正好碰上这么一件事 我会跟他们深入的交谈 我真的很有感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 为香港做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而且我当时真是觉得 在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在街上游戏 参加他们的那个 那个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很少有大陆过去的 更少有北京的过去 所以当我说到 我从北京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抱着我哭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们非常需要 我们的支持 大陆那边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 我做了以后 也许会带来什么当时 其实对我来说很危险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 其实现场感 会让你真的非常难忘的 所以我真的 这张作品 是给我触动很大的 我想 我这个事 现在是谈到后面了 其实我的作品 要从前面走 你看我那个视频的作品 看看那个金子吧 因为这都是后面的 好的 好的 从15枪开始吧 15枪稍微说一下 OK 好的 15枪在这儿 其实我 对 15枪 我觉得 其实我当时 15年没有作品 因为我对话是我做的 其实中间一直 没怎么做作品 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做作品 因为一个人长期断了以后 那口气有的时候接不上了嘛 可能是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15年前做的那个对话 是因为情感嘛 情感的就是情感压抑到一定的时候 它那种爆发力 它那种 它那种反弹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我15年 所以我觉得我15年无法面对这件作品 而且各种因素所积压的那种 那种东西在心里 然后到了这一年 然后到了这一年想去面对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作品做是一回事 你不做 你的情趣的积累也是这回事 也是在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我这件作品 我这个眼睛真的是能杀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所有的愤怒 我所有的那种不甘 所有的那种 我这么多年所无法面对的内心 这张眼睛实际上是所有的都告诉了 观众吧 所以我觉得作品的真实性 可能真实的情感 真实的情绪 在我的作品里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像有些艺术家 大部分一家有一种观念 或者有一种ID 就是想法一种观念 很多时候会去持续很长时间 我好像是 你看我的作品 一般来说 它没有一个符号 它不是一个符号型的艺术家 我基本上做作品 每件作品的产生 我会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状态 我的特定的状态 就像一个土壤里边 在这个特定的时间 长出来的一件作品 所以我有的时候谈我的作品 都要放到我特定的一个 我这个人的状态 十五枪以后 然后我就经历了那个 征作者权的事情 征作者权前面两集都说了 前面那集都说了 说了以后 然后我就写小说 写了 那个金子在十五枪 十五枪实际上 实际上是我面对十五年 然后一年一枪 然后就是这个 基本上当时是这个思路 就是我当时要面对这个十五年 去说这个事之前 我是2003年10月份做的 2004年2月 开始给高明路前进写信 所以就开始面对这个事 实际上这件作品 有点仪式感的东西 就是当你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好像给自己一个仪式 I will do it 所以这件作品 基本上是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做了这个作品 我就真正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我写完小说以后 那种人挺空的 你知道吧 那时候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人好像 没有一种想成伟大艺术家那种 事业心 我这个人不太有 我老觉得这个 其实我这个人 前半生 人生好像 就是在一种情感里面 就是很多作品 都是围绕了这个 我老觉得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可能人缺什么 我就找人嘛 就是其他东西吧 你说这个事业吧 我也没把他当回事 所以这个情感 在我的生命中 就特别重要 所以呢 我就写完小说以后 我觉得特别空 你知道 我觉得人生 找不着意义了 你知道我不知道 活着干什么 你说 所以我当时就 觉得 哎呀 那时候那年我44岁 我就想 作为女人 特别想生孩子嘛 所以我就天天在网上 查那个金子怎么弄 金子库啊什么 就是到美国去买金子啊什么 正在查那个时候 然后正在查的时候呢 其实陆杰来找我 去那个延安 他说延安有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当代艺术的演唱会啊 你去一下 你去参加也可以 你去做作品也可以 这边 他倒给我没什么压力 那我说 我说我想想看 我想 因为时间也很短嘛 然后我就说 哎呀 过两天我就给陆杰打电话 我说我最近正在查那个 金子深海这个时候 我说 我突然想起那个延安 不是播种机吗 我说我正好符合这个 你们这个主题吧 我说我到延安 问你去收集点金子怎么样 哎 卢杰这个反应挺坏的 然后这个想法太好了 你做吧做吧 他说这个 go the idea 然后就说你怎么做都行 我配合你 然后我就去折腾 我就去 这个冰箱是 我到一个专门做冰箱的工厂特制的 然后这个瓶子是 因为时间短 我就买了一家的瓶子 然后去了以后 就在那试试了三天 这个作品反正视频上看到了 就这个作品其上就是在三天中就是我站在这个冰箱边上 很多理会的人啊什么人就跟我对话 其实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作品就是成了和不成了它都成意的 你知道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 不是卢杰最后说一句话 你把男人当工具 男人都在挣扎吗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当时都在跟我 不愿意吧 或者就是说 这种方式他们觉得抗拒吧 所以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 肯定大部分时候男人是主动的 而我这件作品 其实我是主动的 就是你给我君子 你能不能 给我君子 能不能怀上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件作品呢 实际上 后来很多人都把它说成是女权的作品 是有女权的意识 其实我有的时候做作品 就是我的原发检 可能根本就跟女权没想到 而是我自己的状态 我做了这个作品 但是它的结果 的确有女权的东西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 作品跟结果的阐释 是两个回事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作品 当时也听很多 听起来很多议论吧 《金子之后婚》那件作品 《婚》这件作品呢是2009年那个时候 八九大展20年的时候高明露让我做了电视会 她倒是挺好的她说你随便做 你做什么我不管你就做就行 然后我当时其实也陷入一个新的感情的一个纠葛吧 所以就是情感问题也不过无非就是婚姻爱情 还有那种自由的那种 一直在脑子里 因为其实婚姻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我这辈子没有结婚 但我老想结婚你知道吧 但是呢其实呢真正在婚姻里的状态呢 其实我也体验过了 其实所以说但是没有正式进入婚姻 就是那种有一种念想的时候 所以我这个时候但是又有一句话我经常听到就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嘛 但是你是结婚的啊你该体会啊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棺材 然后用从棺材里面新娘子从棺材出来 然后自己跟自己结婚 因为那时候也没对象就自己跟自己结婚 最后我是放了一个鸽子 实际上是把我平时对婚姻的所有情感的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全放在这个作品 其实有的时候作品我没有答案的 只是一些就是想不通的东西就给它放在一块了 所以这个作品就叫婚 就是基本上是一种自讨啊讨讽啊 反正这个东西都难说 反正是一种状态吧 就是这个作品 就是这个作品叫婚 下一个是不是 是不是喝酒 喝醉的 对对对 喝醉酒的那个 红色的 喝红酒的 对 然后呢 这个作品呢 其实我这辈子做过两个喝酒的 一个是这个是2009年做的 还有一个是2017年做的 这两个作品可以放在一块儿讲的是那个在威尼斯广场上 喝的是茅台 这个是喝的葡萄酒 葡萄酒 葡萄酒 有16瓶酒 其实我就是说 我在作品里面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要去想找一种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作品实际上我 我平时不喝酒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喝醉酒是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呢 我是一种 就是希望这个酒 把我这个作品完成 因为你看那个视频里面 我喝醉以后 那个状态 哎呦 那个风啊 然后我觉得 那天那个观众啊 真的配合的太好了 我那天 要在中国我这么吐的话 这么折腾的话 那个观众 说不定就会怎么样 就根本就 他们当时正好是 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剧场 然后我听说 事后知道 那天的观众主要好像是艺术学院的学生 所以当时 还是非常理解我的 呃 我当时实际上好像 应该进入一场 情感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状态吧 所以那时候 呃 这个状态实际上是想 有种说不清的一种状态 所以就是 人在游走某种状态的时候 就想喝酒 就是 就想把自己弄醉了 所以说 呃 这个作品跟我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所以 呃 我觉得这个酒 就是让我处于一种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你 我后来不是那喝酒的时候 这个作品整个 我剪了二十多分钟嘛 我把我所有的那个里边说话的时候 所有都剪出来了 然后你就听到 其实我就是喝醉了以后 我的那个理性其实还是有的 还是 控制的 但是我事后我自己看视频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做了什么 我说了什么 我当时我完全就是 已经不知道了 我对这个作品完全不知道 然后做完以后是进了医院 然后去了第二天早上我才醒来 是何春瑶把我送去医院一直陪着我 我当时 当时我们那个作品是何春瑶和高晓兰 我们三个艺术家在布鲁萨做的 是黎静策划的 这个是2017年 在威尼斯做的一个喝酒的 威尼斯这个喝酒的 能不能再说一下 那个我跳到威尼斯河里去 罗勇的那件作品 好的 那个图片好像没有 没有啊 对 那就说一下吧 我2013年呢 我第一次去威尼斯呢 我做回一件作品 做回一件作品 当时是在威尼斯的 就是它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博物馆吧 我当时参展的作品是一个 另外一个架上的作品 纸上的作品 然后我提交了一个行为方案 就是我把中国大运河的泥 然后运到那个威尼斯 然后我想用威尼斯的河水给我 然后我裸铁抹在身上 然后用那个水 把我的泥洗掉 这是一个当时构思好的一个行为 然后到了威尼斯 他当时还是答应的 但是呢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博物馆 天主教的博物馆 到了那个 我开幕式前一天 他就把我那个泥给偷走了 然后就是明确跟我说就是 因为我们这是宗教的一个博物馆 就是你裸体是不让做 当时同意我在门口做 都不让我做 后来我就特别生气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吧 这件作品是一个典型的偶发行为 因为行为艺术有的时候会发生就是现场 或者是这个事情会发生很多突发行为的 可能换了一个人遇到这个情况 也许就认了 就这个事就没了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干你知道吧 然后第二天开幕式的时候 我就把裙子一脱 然后那时候那个还在那个地方 那个发言的时候呢 我就在那个展厅的那边把行李脱 然后穿过他一个有一个中堂嘛 然后就穿出去门口 就跳到那个 跑到那个 也不是跳就走下去 他有个台阶 我就下了那个威尼斯那个河水 就裸泳 完全是裸体的嘛 然后一边那个就震怒了 那馆长就震怒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没准备嘛 没有准备的话 他就说 我后来是听说 他说我玷子的这个神圣的殿堂 要对这个空间整个这个地方进行清洗嘛 所以我这个作品叫清洗嘛 然后当时就美术馆 那锅馆的门就关上了 其实这是八九年以后 我又一次把那个美术馆给关掉了 然后这个等于说我跟这个宗教有这么一个关系之后 第二次去威尼斯的时候特展认给了我很多场地让我选嘛 后来我选了一个圣马克大教堂的前面嘛 我当时就是觉得跟上帝曾经有过一次关系 我想跟他再发生一次关系 其实人有的时候那个作品的思路是一个有回延续性的 所以我去威尼斯两次 其实原发点都是跟宗教之间的莫名其妙的一个碰撞吧 然后我最早的时候我构思的是圣水 为什么叫圣水 因为跟宗教有关系嘛 所以我当时在中国我去了那个寺庙 我还找一个和尚我想加持一下 我想把中国佛教的那个水带到这个威尼斯 然后跟前主教进行一种融合 然后我在那喝那个水嘛 其实我前面构思在中国都是这个构思 在宗教的这种圣水的这个构思里面去走的 我发现我做作品是这样的 我其实构思开始可能会有一个观念 是一个客观的一个 到最后那个点的时候 我老会走到我自己的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圣水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我觉得我这辈子这种情感经历 或者我这辈子所有经历的事情 我觉得肯定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原生的家庭我各方面 我觉得我不是这么一条人生的道路 我肯定是一个在某个环节 其实我人生是在某个环节 被一种外界的力量给干预了以后 我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我如果按照我原生的那种家庭 我原生的状态 也许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结婚生子啊 然后在体制内有份工作啊 然后 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生 改变是因为 是因为一个什么外在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就 就在我的说明里说 上帝把圣水变成了茅台 所以才发生了广场上的这一步 所以我当时到最后那一刻 我都快上飞机了 我就去买了茅台 我就感觉最后那个点不对 因为我做作品 我就觉得最后那感觉不对 我就把它换去茅台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做作品 我这个人可能任何时候做作品 我还要回到我自身的一个状态 他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可能他这个作品 该是构思跟上帝啊 跟宗教友 最后我就拉到我这个地方 我就 我觉得这个作品 就有一种改变吧 然后我看这个 这个文件呢 就是 呃 第五张作品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烟熏 很多烟在一个 其实 呃 我真的感触挺深的 他们很多人都说 这个作品特别像那个 疫情嘛 就是那种煙嘛 薰呢里面合作 然后在里面挣扎 特别像这三年 疫情事件 人的无奈无助 和绝望的一种状态 呃 很多人说你这个作品 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在这方面 但我这件作品是2018年做的 我要谈一下这个作品的背景 这个作品实际上是 2017年我就构思了 而然后当时构思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跟金日美食馆合作 美作是一个 蔡清的一个项目 结果她 我这个作品做了没三分钟 她就吓得把我这个行为阻止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等于说没完成 就压根就没做成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呢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展览审查了 你知道吧 2017年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北京这个形式 从2016年我还在七九八做了那个奇迹 就是那个那个雪 那个手那一件作品 我觉得2016年还有一点点那个自由的空间 2017年就不行了 2017年就软件紧起来了 还有那种審查啊 什么各方面啊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就感受到这个已经氛围感受到了 所以我这个作品当时是属于那种挺压抑的状态 我这个当时做这个爱鳩是因为我手坏了 我每天要熏那个爱鳩 然后熏的时候一接进去咳嗽 所以这个这个材料就给了我一个特别敏感的动作 其实艺术家对我对材料挺敏感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材料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爱鳩就就搞了很多小孔 就等于说这个作品特别像就是自由的空间就全部给他封住 然后那个观众参与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会拔出来塞进去 然后我第一次没成功 第二次他们红砖美食馆又邀请我做作品 然后我就把这个方案给递上去 这是2016年做的 然后他们也不敢接这个作品 说这个作品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其实国内很多时候 就是说为什么会导致这样 其实它是自我审查 就是实际上这个作品其实没什么 其实你可以解读可以很宽泛的对不对 害怕 就是那种自我审查导致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作品就给你pass掉 最后就要 最后让我做一个就是非常不痛不痒的 让我这么走两圈像那个 后来我这个 我跟红砖的合作我拒绝了 我放弃了 我说我不愿意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现在你到北京去看的作品都没问题 所有的没问题 都是这个主办方在自我审查的过程中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消解掉 所以我经历过这个过程 经历过这个过程以后 我最后我宁可这个机会不要 我不做了 我不跟你合作了 我也不愿意就听你的 跟着你的那个状态 然后你说做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作品 我觉得我可能在这种 有的时候关键时候的选择 人家都说你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说倒不是机会 我觉得人其实是一口气吧 我至少我这口气我保住了 所以我2008年的时候 我这件旧我是在我工作室做的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件我在工作室完成的一件作品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个作品 就一直天天放不下 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老是放不下的话 它还是一种就是你心里就是一直纠结的东西 所以我是2008年2007年两次给拒绝之后 我2008年我自己在工作室找了摄影师摄像师 找了就两三个朋友帮我查那个爱旧 没有观众我是在工作室自己完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在那个时间点 不管怎么样我完成了它 我觉得还是很喜欢 至少我做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人 会为了坚持自己的一个东西 我有些机会我会放弃 这个作品是2016年在七九八丹麦文化中心做的 其实你看那个坚啊 这个基地啊都有一个好像一个围墙一样的外面 其实我在里边挣扎呀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这是一个冰的冰的一个一个围墙 上面是可以空的 然后从上面进去 然后我拿了一个刀在那个地方 找冰吧 当时这个构思的时候就找冰 然后找到什么样子再说吧 然后呢 其实我就在这个行为里边 我就讲了那个偶发嘛 其实我每次设计行为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东西 其实这种意外的发生 其实现在在我看来是作品里面非常精彩的 就是你没有设计这个 你也没想到这个东西 它突然发生 就是它突然间我那个刀拿反了 就把我这个地方整个手很长的一口子 然后那个血就在那流你知道吧 然后当时其实 好多人我事后我就说我这么流血 他们当时没人救我 他们以为我这么成熟的一个行为艺术家 一定是设计的一个流血 那个血肯定是在我设计中的 说他们都说你可能是假的 都是没想到是真的你知道吧 然后呢我就在里头就出血了 出血了以后呢 那个手呢放在冰上那一瞬间呢 我就特别兴奋了 我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其实很痛 那口很大很深 但是你知道这个血 这个口子 你一下子放到那个 我有两张很棒的那个局部 你没有啊 我给你放了 你可能没有下载 然后我把手 我都下载了 我找一找 可能不在这个文件家 我把手放在冰上 其实冰是止痛的你知道吧 嗯 然后冰是痛了以后 我就没有痛感了你知道吧 没有 不是没有痛感 一下子那个痛感就减少了 所以减少了以后 我就想能做多长时间 做多长时间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病 后来找了两个洞 大概这个作品做了30分钟 一直到我头晕了 因为失血过度了 头晕了 我才挥挥手杖上面就是 他们才把我救出来 所以呢 就是说 呃这个行为实际上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呃真的体验了一个 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 就是面对危险 面对一种突发的一种 危机我的态度和我 所以说行为艺术 我觉得精彩就是他很多 因为他是在现场完成的 他很多现场发生的事情 你去面对的时候 他这个过程中实际上 我觉得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你看我 呃那次跳到威尼斯河里 也是性格嘛 就是我这个人性格中有一种 嗯还是挺倔的 还是挺 觉得还是 敢于去面对的一些东西吧 所以我这个作品 呃如果当时停下来 就没那么精彩的 这个作品 之所以精彩 这个出了血这个意外 其实给这个作品 添添加了很多光彩 但是代价是我后来去了医院 呃整整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啊 呃 呃是当时这个手都 现在一只手有问题啊 这个手 你这个手残废的 我这个手也残废的 你看到吗 对对对 真是那是咱俩 我这里还有两张 这里还有两张 就是 呃 呃 呃我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可能不对啊 但是 我就说 是不是因为 就是 你不能接受别人跟你说 no 呦 对呀 对呀 我这个人有一点啊 啊 我这个人性格就是 呃 但是我也要看这个事情本身的吧 嗯 嗯 嗯 就说如果你讲你的话还可以 你不讲你的话我这个人是挺 我认死理的 我觉得我有点像我妈妈 我比较认死理的 这两张照片是一个现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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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 没有请的一个摄影师拍的特别棒 哦 就是那种 对 所以我们行为艺术有的时候像我这种行为能拍一件拍张好的那个照片是一种天大的运气 因为有的时候你请的摄影师拍的都有的时候很一般的这个是拍出了一种有一种特别的精彩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人间 对这个特别棒 这经典 这个太经典了 太经典了 这个 对这个蓝色的这个衣服这个冷色然后更加出这个红色的这个鲜血的这个力量 对呀 他那种有一种就是就是我在我的行为里面包括摄影他都是要靠运气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作品里边不是摆拍嘛 所以我还强调一下这个行为艺术 其实我在行为里面一直想去一种表演化 其实行为艺术他performance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表演的成分 因为我看也也参加过很多行为艺术节也看过很多行为 其实我觉得很多行为艺术家做的作品他有很多表演性 表演性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重复 然后他可以每次就是可以去做差不多的那种形式 呃所以我呢你看我这么多行为他每次他测载人找我的时候我都说我做一个新的 然后有的时候博士展上看我很多行为 他说哎呀你这件好啊你能不能做一件这件我都是no 我说我我从来不重复 因为可能我在做的过程中我是选一种吧 有一些并不太成功有一些成功 有些像这种特别成功 像我这种从来不重复从来想去冒险的这种艺术家 他就是要碰碰状态碰这个特定的一种时机 他会产生一种特别棒的作品 但是这种所以我我可能是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对未知的好奇 因为当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你没有做过的时候你有冒险的东西 因为你对这个结果是不知道的 你当你做过一次你其实这个套路你知道 你重复的话你可能会做的很完美 会做的很好不会有问题 但是你你那种兴奋感没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做行为之前或者在构思的时候 去做一件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具有冒险性具有未知性具有一种什么都有可能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人的兴奋点他就会起来你知道吧 所以我可能是在追求这种这种东西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还有一件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 我对这个就是我跳到威尼斯水里去 有罗永的那个张照片 我找到了 所以甚至我的行为里面还是有一种危险的东西 我说我对危险的东西有点 有点去感于去碰的 对 你看你每一件事都危险 这个水要深的话 对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 其实我做作品还是有一种 就是敢于去挑战一种极限或者危险 这个东西敢去碰 这个东西也许是性格中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死亡 死亡啊 比如说你用了棺材 你用了子弹 然后鲜血 啊 这里面有有这个死亡的成分 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年轻时候经历有关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事情对我当时来说是像原来死亡一样的 就是超出一个人的极限的时候 你去承受了一件东西的时候 你对 你会对未来你去承受一个东西 你的极限点会高 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会那种刺激的东西 我的刺激点会很高 你知道的 刺激点很高的话 一般的东西我会 没兴趣 你知道吧 所以我一般会找那种 你看我都找 他们说 有人说我的作品里面有点是 找找一种刺激点 我觉得有点这个问题 喝酒啊喝醉啊 这种状态 喝茅台啊 喝完茅台我也去了医院 所以我这种东西 这种冒险 这种危险 这种所有的行为里面 它还是有一种 内在的一种承受力在支撑里面 你必须承受这个 这个危险的这个度 你才能够去 所以我可能 珍惜的话 跟心理也有关系吧 我觉得 嗯 这个是装置 这个 其实我做作品 除了行为之外 我也做别的 这个是一件装置 是 是 参加一派的展览的时候 做了一个装置 就是用青铜做的两颗子弹 嗯 然后我一般 然后我一般是根据这个空间 特定的空间 我会去设计 比如说视频里面 那个洗钱 哦这个是装置 所以我还做过一些装置 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 我其实 这个装置是当时 这叫情书嘛 我当时也是跟情感有一些就各的东西 我做的 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在更年期 更年期我就是一直吃中药 中药 我身体那个时候反应挺大的一直吃中药 所以我 我一般有的时候用材料 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某一个阶段 我接触的非常多的一个材料 我就会直接把它用到作品里边来 嗯 是中药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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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个宣纸 就是那个 这是一种信签嘛 在上面用中药 这是碳笔写完 然后用中药在上面抹的 然后中药留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装置 我是2011年做的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做完以后 我就再做了 一般来说 我一件做完以后 那个阶段的做一件就趴走 然后 后面就是 行为如果也是做一件 基本上 嗯 我基本上是这个 我 我不太局限于 就是说我 我 当然我在 在社会层面上 他们都知道我 比较出名是行为艺术家 嗯 但是像我也做装置 我有时候拍拍照啊 写写字啊 其实我 其实把做作品是作为一种 呃 我自己不太自己设定自己的 但是如果一般 请我 邀请我的机构啊 什么很多时候 呃 会让我做行为 那这个时候我就去做一件行为 做一件行为 我也说过就是根据我的 空间啊 我的状态啊 呃 各种因素 然后我构思一件作品 我一般 呃 构思一件作品 我至少要 要时间的 这个是我最新的去年一件作品 去年一件作品 就是当时这件作品是 为上海做的 上海疫情那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特别压抑 天天就是看那个 他们那个 网上不是发那些 普通市民发的视频吗 上海那个被封的那个状态 然后那个时候 视频是发出来 没多久都被封掉 发出来没多久都封掉 我的那个微信封了13次了 两次有封 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么 这么被封 我突然有一根弦非常清楚 我说这些视频有一天就会消失了 其实我觉得艺术有的时候就在捍卫 我之前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个 我 你看我前期都是个人的情感的作品 我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就对社会这个感兴趣 这个转变其实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 这些视频我要保留下来 我就开始下载下载下载 因为我有我当时下载的一些视频 大家 只要这个视频我觉得不到半个小时 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没了 就删掉了 就删掉了 我觉得有一天这些 因为这些视频可能就永远就没了 就在历史再过去 大家就像现在一样 已经把那些事忘掉了 所以我就说我要把它留下来 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把它们全部下载 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吧 我看了 我看了 对 我当时因为没有听你解释 所以 所以不太知道 我因为我明白 就是普通老百姓在微信发的视频 然后我 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已经没了 但是我有这个意识的那一瞬间 我就给它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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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们编了一个视频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过去了 我觉得这件作品 我过多少年以后我回过来 我会记得 2022年 在中国 在上海 他们曾经经历的那些经历 其实也不只是上海了 这个这个节的有很多地方 但当时主要是上海发的多一点了 就是我觉得 可能是捍卫一些记忆吧 这个作品我觉得 后来是在 在那个 在德国展出了 其实这个作品 给他们占了一点大的这个作品 你看到了那个 我看到了 因为我没确定 是 是你的作品 所以 没确定 就是 但是你现在看这个是不是还有感触的 我非常有感触 非常有感触 非常有感触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你不把它收集起来 不把它这么编成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事就过去了 可能 以后就在记忆里边了 但是 我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艺术家是一种 用形象 去把一种东西记录下来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把它记下来 知道吧 以后就是这个记忆中带有形象 你知道吧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作品可能是 出于 其实很快就成熟 就是因为 当时那一瞬间 我 我那时候后来给封号了嘛 我的号好像又给封了 老封号嘛 那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肯定是他们要销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弄下来 那 那这件作品也是 也是装置吗 这件作品就是 这件作品就特别像一个女人的那种 很酷的那种 我当时在朋友家看到这个大树根 然后我觉得 特别像女性的一个奇观 所以我给它秘密叫《恶之画》 《恶之画》 用波特莱尔的诗《恶之画》 然后给它秘密 参加了一次展览 然后就是兔兔歌女的一个展览 然后我在这个上面拍的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你要看到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 我有时候也做一些装置嘛 行为 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来的 一些人都关注于一些社会 但这些社会的议题 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当然会有些麻烦呢 我觉得那个香港 我之所以跑到澳洲来 就是香港那个作品 是给我带来了麻烦 有点麻烦吧 所以我觉得 我暂时现在在香港 后来到了澳洲 我是2021年到了澳洲 但是还行吧 但是还行吧 还行还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的那个 关注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觉得好像 二零 其实二零一七年 那次就是北京 不是那个清理低端人口嘛 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去现场 拍了很多照片 那就是摄影 其实这两年摄影 这是我一个表达的手段 但是 只是我没把摄影 作为一个艺术门类 就拿出来去展示 但是其实去现场 我们就去了那个北京的那个 这个新建村 就是低端人口 赶的就是新建村 和那个西部门 我都去了 然后拍了大量的照片 哎呦 当时真是就是 就是三天之内 三十万北京这个外地人 就坐他们的低端人口 就给他们赶在那寒风中 让他们走啊 其实当时就是我跟我去的 那个朋友 他当时就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我对未来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说如果一个国 一个一个一个政府 能用这种手段去对付 他的人民的话 他下面什么事 都能干得出来 当时是蔡奇嘛 蔡奇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就是非常狠嘛 狠得不得了 就想说很狠嘛 所以后来 你看后来发生很多事情 包括香港的事情 他们都是用最最强硬的手段 去对付的 很狠的 一点余地都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就那个过程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现场感是让我 特别难忘了一件事情 可能我就是慢慢慢慢地 就关注这个社会的 这个其实作品就是什么呢 我没有把它当作品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 就是我可能 就是人家一般都是把作品 当作一件作品去做 这件作品是我为什么拿出来 我觉得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那年我更年期 就2011年我更年期 反应特别糟 特别糟 那一年我啥都干不了 就人烦躁啊焦躁啊 然后有一天我无意识中 就用喝中药的渣子 然后就炒糖吃嘛 然后我那一年实际上 啥事没干 那个做作品 人家特别人找我做作品 我都没心思构思新作品 因为我一般都要做件新作品嘛 我都退了很多 然后就这件事我坚持下来 就是每天 不是每天 经常就是在那个喝完中药 就拿那个中药抄糖吃 然后整个这个抄糖吃过程 抄了半年 其实半年之后 我那个状态就平静下来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 作品可能也许是我做作品 可能更这个东西 我后来把它放来做一张照片 放下来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生命中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阶段 我用一个形式 就是多亏拍的这张照片嘛 然后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作品 可能就是一个更多的时候 是为我自己的某种状态吧 所以这个作品我把它拿出来 就是没有参加过展 后来有一个澳洲的色展人 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参加过一次展览 但是几乎这个作品 没有当作一个作品去说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 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状态 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 也可以说是一种状态 也可以任何都可以说 什么定义都行 我觉得作品可能 有的时候定义它 最好是一种 很难说清楚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挺有意思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 所以我才把它拿出来 是我觉得那好多里的作品 好像都是很不经意的 是吧 然后就是我来信很多 我做作品还是一种 对我不是一个非常刻意的 一个观念 一个什么东西 去怎么样 我有的时候还是 有点随意 就是不是 你说不经意 也不是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来了 我就在想啊想啊想 这个东西 这种直觉啊 那种感觉上来了 我要有感觉 就我这个作品 其实我要找到 那个兴奋点 我如果找不到 这个兴奋点的话 我这个作品出来 但你说这个东西 它绝对不是一个 一个观念导致我 怎么去做的 就是这个灵感 有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种 它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知道吧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灵感的 怎么来的 我可以跟你讲很具体的 比如说那个基地 基地那个时候 我正好在那个 在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北极那边 有一个岛上做 一个参加行为艺术件 那个作品一半 但是呢 我就产生的基地 是在那产生的 我那个产生的时候 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去那礼品店 买那个刀 那个刀特好看 我就是去买了一次刀 因为还有一个展览 就让我去出想法 我那想法一直没出来嘛 然后我去了北极 正因为我去了北极 我到那个到那个船上 看北极的冰川 所以我才对冰有兴趣 你看我的作品里面 从来没产生过冰的 你知道 怎么会这么出来冰块 这个想法 就是因为我去了北极 我建了那个北极的冰川 给我次第特别大 但是呢 我只是冰的那感觉 但是我还没有一个 另外一个材料 跟它相相碰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刀 还有那个刀又便宜又好看 我连续买了一把刀 两把刀 三把刀 我去了那三把那个礼品店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我在第二把刀 第三把刀 回来的路上 就有一个冰 然后我拿着刀在那 着冰的那个 就那个形象 因为就凸面而来 然后我当时就是一阵兴奋 就像金的一样 我说这个作品 就说我觉得好的作品 就是他来找你 就是我有的时候 很多ghost跟你说 我都根本就不知道 就这个作品 我就集地 他就是老天给我的 就过来 然后我就在那一刹那 我就给策展 发了一个短信 我说我有想法了 然后我后来 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在那个 离上那个上天最近的地方 老天给了我一个想法 就是一个冰块 然后就是一个 我拿着一个倒战的招笔 跟以后来做的作品 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哗就过来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一直怀疑 就是所谓的灵感 是我认为人 实际上是一个接收器 就这个接收器 你在一个特定的时候 就像现在手机一样 你都是接收很多信息 灵感就是接收到 上天给的那个信息 这个信息 你好像是灵感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就是你的接收器接到了 那你的接收器 能接到这个信息 要你的状态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很多作品 都是在打坐的过程中 或者在一瞬间 或者在洗澡的时候 就是我一直在等 因为我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每次做作品 我都要时间 实际上我知道 我很多作品的灵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我要等 我要等他来 等他来等他来 如果他实在不来的话 我就只能硬做一个 但我有的时候觉得 很好的作品 那个灵感会来的 灵感 一定要在你自己 空灵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 可能我一个人 他那个周围的信息 是单纯的 还要你跟那个信息 要畅通 这种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来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说 我相信灵感 所谓的灵感 所谓的灵感 是跟宇宙之外 某些东西是 说不清的东西 我 当然了 就是这个东西太悬了 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的确 我很多作品 你看我每件作品 为什么都 好像不知道 从哪来的 就突然间这个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 来 我都会把它抓住 或者 其实这种东西 就是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人 创作它这个密码 我有的时候 觉得读书也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 一本书 你读进去了 其实这个文字 也是密码 就是有的时候 你读进去了 就是你的密码 你吸收了它的密码 你吸收它的密码 必须你的密码 跟它的密码通了 你才能读懂这个玩意儿 你不通 你读不懂 有的时候一本书 你年轻的时候 根本看不懂 你怎么看一看吧 你觉得这本书 通了 看懂了 有你的密码 跟它的密码 通了你才能懂 就像我们读懂一个人 你也得读懂它的密码 你能读懂它 必须你身上有这个密码 你才能懂它 你知道吧 所以这种密码的那种 无意识中间的那种 碰撞 然后产生的共鸣 那种兴奋 不是用理论 用逻辑 用一个观念 能说清楚的 我做作品 很多时候 我在一种 说不清道不白的一种状态中 去捕捉一种不确定性 捕捉一种 宇宙间的可能性 我觉得艺术家 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 他的敏感在于他 在这个 他所生存的这个空间里 跟这个世界 他所接触碰撞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 一种摘体 或者把它叫做作品 这个作品 只是你在跟宇宙之间 碰撞之间 所产生的一种痕迹 你自身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 灵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作品中的那种 灵性的东西 说不清的东西 知觉的东西 不确定的东西 而不是用一种观念 一种艺术 现在很多艺术家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 一种形式的那种 那种状态吧 我觉得他 他还是需要去 去打破一种既有的东西 因为人是活的 这个宇宙是活的 不要把有限的生命 就是框在一种死的上面 我觉得我一直把自己是 我做作品是把自己 清零的放松的 然后我接受任何可能 像现在因为去年 我做了一个大手术 心脏的手术 我整个身体的物理的变化 我导致我的作品 一定会有变化 我的作品变化 都是根据我的状态的变化 我从来不刻意说 我就是一个形式的 我就是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的变化 我都会在这个变化 去找一个新的可能 所以我现在可能装置啊 视频啊 我现在应该做一个电影 小小小小短片 所以我其实我不拒绝任何的可能性 我也不把自己限定在任何一个 我只能做这个 我就是 所以这个社 就是说 现在当代艺术 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其实挺质疑的 就是 就是一个 把自己固定成一个什么 就让人家知道我是谁 我是一个 这个符号就代表我 或者怎么样 我是觉得一个艺术家 他还是一个 不同阶段 你在这个宇宙间 跟这个世界接触 你所产生你的思考 你的状态 我觉得我20岁的消禄 跟我60岁的消禄 完全不一样 我对世界观的改变 我对世界的宇宙的 这个社会的认知 就是我的改变 一定在我的作品中有 要留下痕迹 我不会去为一个 所谓的一个形式 把我框在某一个状态里边 不是的 我说我人 一定是在20岁 30岁 就每一年 或者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瞬间 我的思想都是一个活的 你知道 我都在改变 我在抓 就是说 我希望我这个人 始终对这个世界 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 我不希望 就是那个时候 曾经有 做兔兔歌女的时候 其实 当时就是 非常希望 把我 我经历过这个 把我自己 把我们这个群体改成 变成女权主义群体嘛 然后 希望变成一个 女权主义艺术家嘛 我也给自己想 结果这个分 我看过很多 女权主义的书 我发现 如果我在一个 特有的观念下 想把自己成为什么 我人是变成死掉的一样 根本没有感觉 我做作品也没有感觉 我兴奋点也没有 其实就是说 我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不适合我 我必须抛掉所有东西 我的作品 可能结果有女权的 有社会的 有什么的 这是后来的 但是当我去创作这个 东西的时候 那个点 我不希望有任何外在的东西 把我加进去 而是我的心 跟这个社会的某一个点 通了 就像这个 我就说那个电池通了 他激到我了 把我激醒了 把我给弄兴奋了 他那个东西 我就想去做 就像这个东西 我说好的作品 就是他找到你了 你就像那个 有点像恋爱 就是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 爱上一个人 没有理论 没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跟着他走 而且你就用一切方法 去讨好这个人 然后这种状态的时候 是叫真正的爱情 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 是一种好的一种 你就 我用恋爱这个比喻 可能你能听懂 就是你情不自禁的 会跟着他走 然后你会兴奋 所以我其实做作品 我想找到这个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 你做作品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麻烦 就是去找材料 或者什么 去弄什么的 很多什么方法 你都会去 你一点都不烦 因为你这个 打动你 带着你走的那个 那个 说不清楚的 道不明的那个 那个魂 就像爱情一样的 那个魂被他勾走了 你的魂被他勾走的时候 你会跟着他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产生的作品 成败 无所谓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很快感 我寻求的是 做作品这个过程中的快感 他每件作品 会给我带来的那种 每件作品 不同的快感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心情听到 别说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因为你说的时候 我也在想 你作品 你说你很喜欢 那个 那个吉利的作品 我原来 你作品 那个就是 就是凿兵啊 那个吉利 吉利作品 然后后来我就画了个影片 然后我在想 我现在听完你说这个 我也理解 这个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 吉利的作品 因为吉利里面那个吉字 吉字 就是 有某种极端性 极端性的地方 或者是 比如说北极 南极吧 你去了北极 在艺术上 你也在追求 极地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种种极地 这个极地 因为我也不是 我也是艺术家 但是可能 我们更能够 就是 你说的密码吧 是吧 你说的这个密码 可能这个密码 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些 共同密码 嗯 所以我觉得你的吉利的 这个 这个特别棒 特别 特别适合你 嗯 对 其实 就人生这一辈子 能留下一两件 特别精彩的作品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 就是 我觉得有限的生命中 有一件好几样的品 还是 是天地之间的一种 各种因素产生 嗯 所以 需要敢于去碰吧 我这个人 其实我会去尝试各种可能性 我会去碰 其实作品不要去 一定要去成功 去求一种稳 其实我作品 嗯 不好的作品 就是说 不是特别好的作品 也很多的 其实就是去碰呗 其实试错吧 就是 把自己放松 就是去试各种可能性 可能性去碰 然后 因为你在碰的过程中 你才能发现自己 你的能力 你的极限在哪里 你的可能性在哪里 就这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就是 试错的过程中 是实际上 是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人生 我因为我这个人生 其实 错的事太多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一直是 错错错错错 然后正是因为 这么多错的事 有的时候我真的 我后来我回我来看 真的是这些 错的事或者是那种 这么多人对我的反对 成就了我今天的效果 就是说很多时候 如果你太顺风顺水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有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 因为我的作品里 有老是一种抗争反抗的 一种东西 有一种往外就是那种 其实是因为各种压力 那种压力 它都储存在你的体内 你知道吧 其实人的体内 就是说无形中 是像个电脑 它是一个储存器一样的 你所有的机器 全部储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当你想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那个情绪 是全都被爆发出来的 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时候 你看那个情绪出来 它不是做作品 那个瞬间产生的 它是平时积累的 所以说我觉得做作品的时候 他人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 就鲁迅有一句话 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我可能就属于在沉默中爆发的那种人 但有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各种压力下 他就死亡了 我就可能就属于沉默中爆发的那一类人了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爆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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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你是 发自 那个 推倒这股墙 这个视频 我也能给它发上去 是吧 就是 也可以发上去吧 因为它是那个 它是一个装置的一部分嘛 我觉得发上去 可能人们看到这个视频 会想起那段经历 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开始没确定 你发上去 说我那个作品的那个解释 你最好发的那个视频的下面吧 我把那个作品的解释给你发出来 对 你把作品解释发给我 对 我觉得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的作品偏向社会了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要再做一阵子 你强强看 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觉得做作品 我经常是回过去看 因为我做作品 有的时候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 我跟着感觉来的 但你做了一部分以后 你会发现 我在前两年 我对社会的问题 我根本一点兴趣的 你可以找不到 一件我跟社会的作品 但现在我跟社会的作品 怎么那么多 真的 我可能还要再做一遍 做一做一阶段 就是我觉得 我这个天门开了 你知道吧 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 那个人是有个门的 你知道吧 你这个门没开 你就看不见的 你知道 我以前看不见那个事 因为我不是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说对话 为了社会政治 我打死我不承认 我告诉你 我说我那根筋都没了 那个时候 对政治社会有点性 就对吧 成天就知道谈恋爱的一个人 非要说我这个社会不高 然后那时候给我按了一个 最大的罪名 就是我把伟大的作品说小了 说因为我说这个作品是情感 他们说你一线听把你说那么伟大 你把它说那么小 我觉悟不高 我说我就觉悟不高 我就是这么谈恋爱做的作品 情感做的作品 你们爱给我戴高帽子戴高帽子 但我这个作品做的时候 我没那根筋 我现在真的有了这根筋了 就是说我甚至觉得我这个人 是属于 只要这个天门开了 我就说这样的话 你看我现在做的社会性的 政治性的作品 我说实在我做的胆子大的 非常大的 我什么都敢做的 我什么都敢说的 其实是因为我天门开了 我看见了 我真的看见了 那根上帝那根手 已经把我带到那了 我就做的出来了 那个时候 我做的那个作品是出发点 但是我那个时候做的作点 是出发点 是个人的 但是它的结果有社会性 我不否认嘛 对吧 这个我特别奇怪 我做的个人作品 经常有很强的社会性 包括我那个金子混 他们都是女权主义作品 我说我那时候女权主义 那两百二的根筋都没有 但是我的结果有 我的作品经常有这种悖论 就是出发点没有 有结果的 你说对话 这个政治性社会 这太强了 对吧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觉悟 我自己 我很坦白 你不要过拔那么高 我当了这个觉悟 谈歌非常好 那就你四月份去中国是吧 我自己去中国 然后我大概我下半年 我还去一下美国 因为我现在是在拍一个片子 拍一个片子 也是跟社会性 政治性有关的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第一天 我现在天天听那个时政的节目 听得很感兴趣 对这个 我现在那个情感作品 其实也没什么了 就所以说 就说 我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 就像那个 我觉得有一个电影里面说 练功吧 人家练功 叫我看到什么 就这个门开了 就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 在我这儿心得通 我觉得我就那个铁门开了 也许往后 我又看到什么佛门了 我还没有 我这作品里面没有 就另外一个境界了 对吧 现在我在什么 我认识到什么 我感知到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这个人非常诚实 我不会去 我做作品 其实我说的跟我做的 还是比较一致的 我能 我尽量能够说 说比较一致的 这个人是 我不想 因为我觉得理论 是另外一个 一个东西 你们可以给我去拔高 都可以 对吧 艺术家是艺术家的东西 是吧 对对对 同意 对吧 对吧 我觉得我作品将来 你怎么拔高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但是我一直要尊重我艺术家 做作品的状态 这是我的状态 对吧 因为我这个状态 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 这个作品要做出来 你才能理论再拔高 我的作品 我这孩子生不出来 你怎么说事啊 对吧 所以我怎么把这孩子生出来的过程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套路啊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好的 对吧 同意吗 同意 我们今天 挺直 非常直 我的作品很直接 我说话也很直接 我不 我不去说那些虚的外套 的东西 而且我的虚的外套 终于我也不会说 那就是 那 崙子 因为 OG Zust